最近有很多网友在转发这段视频 一个滑冰的人开心地举起手枪 和冰面呈大约35度角开枪射击 然后这个人在地上找来找去 最后发现弹头正在他左前方不远处 像个小陀螺一样稳定旋转 这引起了众人的好奇 他们决定再来一发 于是青年又举起手枪 估计重演向冰面射击 眼间的同伴发现 弹头这次跑到了青年的右前方 为什么向冰面斜向射击 就有可能让弹头变成陀螺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来到德国巴伐利亚一处 冻得十分结实的湖面靶场 正好发现有人遗弃了一支HKP7手枪 拔出弹夹一看 里面装了8发9毫米巴拉贝卢姆手枪弹 这小小的弹头看起来 很像视频里的冰上小陀螺 于是我们照猫画虎将枪塘轴线 以35度角指向冰面 但操作这支手枪 需要先握紧手柄 将手柄前端的拨片向后搬动 把撞针推到激发位置 然后才能扣动扳机释放撞针 随着砰的一声弹头出弹了 由于弹头会被枪管内壁的 螺旋形弹线带动旋转 来获得飞行的稳定性 因此弹头的转速就约等于 出弹速度除以弹线旋转 一周的前进距离 叫做弹线的导程 也可勉强看成螺矩 众所周知 女生自用99芯的HKP7 出速是每秒350米 弹线螺矩约19厘米 因此弹头转速约为 每秒1842转 也就是每分钟约11万转 此时速度大约一马赫的弹头 顶着一道弓形激波 以大约35度夹角向冰面飞去 在经过眼前时 会听到一声清脆的音爆 但是这道激波的威力 和弹头斜向撞击冰面制造的冲激波 不可同日而语 二者刚刚接触 波面就已超过冰中升速的速度 从撞击点向前下方扩散 扫过的冰层被简粒应声撕碎 形成了弹头的亲撤方向 此时弹头一边向撞击点的前下方运动 一边受到冰层阻挡的侧向力 产生绕中心旋转的力举 身体不断转正 可这时弹头还在高速右旋 当冰层阻力形成的附加力举 推动弹头转正时 弹头就会产生反向的抵抗力举 来维持轴线稳定 这个抵抗力举 称为陀螺的回转力举 但要出现回转力举 还有个先决条件 就是右旋中的弹头 需要向转正力举右旋90度的方向偏转 而这个右偏的角速度 就是陀螺产生回转力举的原因 被称为陀螺的进动效应 因此弹头向前下方亲撤时 身体一边转正 一边还在右偏进动 随着弹头前进的动能急剧降低 无力再使冰层破碎 而受到挤压发生弹性形变的冰 又将弹头向后上方弹起飞出凹槽 如果弹头弹起速度较慢 右偏中的弹头会撞击右侧壁面 弹到弹着点左后方距离较近的位置 因此第一次射击时 发现弹头在撞击点左后方不远处 依靠自转和进动偏转产生的回转力举 来抵抗倾斜趋势稳定旋转 如果弹头弹起速度较快 就会来不及撞击侧壁而飞出去 导致右偏的弹头向弹着点的后上方飞行时 受到指向右下方的气动压力 因此不断向右偏移 最后身体又在回转力举作用下回正 落在冰面上 所以第二次射击时 弹头依靠较大的弹起速度 落在了距离弹着点较远的右后方 尽管如此 让弹头变成陀螺 其实只是小概率事件 其他近距离弹飞的子弹都是致命的 所以我们要齐声谴责这些向冰面开枪的人 以及那个随便把上膛的手枪 遗弃在冰面上的人 结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